我刚刚讲说的注意事项就是这个 我这个图是错的 我刚刚讲了半天之后这图根本是错的 根本啥事都不会发生 为什么 断路啊 这个图是断路啊 所以会不会有电流 不会啊 所以老师你讲废话讲了半天就讲都是错的 那只要跟你解释那个谁是电子 那他通路对不对 怎么办 再给他一个岩桥 这个岩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其他注意事项 我们要一个岩桥 岩桥就是用强电解释的眼泪 强电解释因为解流大才容易会导电 这样他才会形成通路 他才会有电流会通过我的安排机 所以我们要一个岩桥 岩桥就是做实验的时候 就是拿一个U型管 然后里面装满上面塞的棉花 然后呢这样做 那强电解释有这些 这些都可以 我们课本上要我们做的实验是用的是 削酸甲 然后注意一下 那个不要有泡泡 泡泡你那立起来就变成一个在中间 然后会断排两 没用断掉 那可能太大就会断路 那不太大就会变成通过的比较小 比较细 会电阻会变成比较大 所以当中 那岩桥有什么用呢 比较什么用呢 当我们要预备 岩桥有两个功用 那我们当我们再说 来那个放个岩桥 心会变成心离子 酮离子会变成酮 心板是负习 酮板是正极 酮板是正极 正极就是正电流出 并就是负电流出 来我们的解释方法一 同性电相似 异性电相吸 就是你看哦 这里是不是心变成心离子 什么电 正电 所以本来会吸引什么电 负电 会把带负电的 肖酸跟西架 负离子就跑过来 对不对 就吸负离子跑过来 那 右边是同离子变成同 是不是正电减少 正正的变少 对不对 所以过去 正的只要等于负的变多 负的性正 所以告诉你 考试又问你 表示延桥中的正离子去哪一集 同版叫做正极 负离子去哪一集 负极 OK吗 所以正离子去正极 负离子去负极 这是一种解释方法 我利用同性电相置 异性电相极去解释 还有一种解释方法 就是看它流动 这里是负极 负电出去 负电出去 流过来 你看到这里是负离子 所以负电这样流 流动方向一样 都是负电在流 对不对 所以负离子就流过来 我们讲过吗 电流 外面电流是外面从正到负 里面从负到正嘛 对不对 有这个意思 所以你可以用它那个流动的方向 哦 又知道负离子要跑去哪一集 负极 这样也是解释也是可以的 所以你有两种的解释方法 也是方法 所以正离子由上正极 负离子一向负极 要记好延桥的离子的移动 OK 这就是刚刚讲过的第二种解释方法 这就是他讲过的第二种解释方法 流动方向 负电流动方向 这样流动 复合 OK吗 所以延桥的功用 叫做沟通电路 刚讲有他才会变成通路 对不对 对沟通电路 第二个保持电中性 就是啊 你的正太多了 我们跑去先负 啊你的负太多了 我们跑去先正 那你把它可以保持电中性 有教授觉得这个说法很烂 那你不要管教授 教授都学问太好了 我们无奈以忘记 我们就按照这样的系就好了 我们就这样弄 他们觉得这个算差劲不好 啦啦啦啦随便好 但是就这样 OK 所以考试问你 延桥有何功用 一 沟通电路 二 保持电中性 请问如何保持电中性 正离子移向正极 负离子移向负极 OK吗 正离子移向正离子移向负极 保持电中性 正离子移向正离子移向负极 OK 刚才讲过了 可以用同性恋相至异性恋相西的方法知道 也可以用它流动的方向知道 你就可以知道它应该是哪一边 好 这个叫做活背 你不会活背 你就给我死背 反正你就知道背就对了 正离子移向正极 负离子移向负极 就要知道OK吗 好 这就是 盐桥 我们的其他的特殊注意事项 要有盐桥 盐桥有什么功用 然后呢 不用盐桥 也可以不用别的东西 那这个我们就不管它了 你就看一看就好了 我们国中就是用盐桥 那现实生活中里面有些别的方法 更好的做法 那再说咯 好 盐桥讲过 我们是我们的参考是这样写 那教授不同意啊 那我想你就不要管教授了 好 不要 我们就这样背 这样记这样卡 你就不要管教授了 我们就这样记就可以了 OK吗 这里有一个影片 就是跑来跑去 我们有一个 心要会变成心离子 然后跑出去 然后呢 铜离子要变成铜 然后中间还有个盐桥 里面东西的移动 显示出来的 负离子一项负习什么之类的 就看一看 欣赏一下就好了 这就是我们简单的一个内容 简单的一个内容 可以吗 可以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